本所于昨日6月1号就是下午十五时取 结果那个10通报本辖城隆路上面有那个A2自摔车祸 本所的同仁前往处理时就是要依规定对他实施酒册 在实施酒册当下犯嫌既不配合 至少实施了30次酒册都没有结果 后来本所同仁就是依法带往阳明医院对他实施强制抽血 他抽血结果报告出来之后是超过那个法定标准 选案一沟通我们选择移送法块 当时是很不配合是不是还是怎样 他犯嫌就消极的不配合 请教卤了多少时间 他卤了大概两三个小时 所以你刚才有讲到至少30次 至少30次 是不是你们遇过真的是很卤了 有时候我们遇过就是最卤的一次 你们有使出什么方法吗 通常我们遇到这种的 这我们就还是还是要请他尽量配合 如果真的不行 就是要依法对他强势进行抽血鉴定这样 他在那个过程当中他是一直吵着要回家吗 他就一直想找借口离开 嗯嗯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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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